好 这已经是我们第N次的开场白了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出问题录不了 好 我们今天带来这本游戏呢 叫做祥云朵朵当空飘 它的原著小说是意识冲动 气势不详 那我们就开始啦 你二人系毁了天下有情人的未来 便罚你二人 礼妻是情缘 也顺道话一话对彼此的怨气吧 等等 你是说 我和她 这个汉 汉子一样的女人经历七十九远 她声调有些变 想来是下的不轻 没错 你也下的不轻 翻着死一眼惊骇地瞪着欲叮 你想起之前说的那句 我是让你从人生 我是让你人生从此变得黑暗的乌云 实在太过片面 看来以后一段时间里 不仅你会成为 这家伙人生中黑暗的乌云 它也会成为你的乌云 你们俩找到了一起 摩擦起电 就成了一片巨型雷雨云 回忆灭源开始 我们再把那个音量弄小一点 十几分钟前 这个就是我们的女主小翔子 然后我做过一首这个游戏的同人歌 叫做云响 然后唱的就是小翔子 今天又会是无聊的一天吧 你本来是一朵翔云 百年前 飘过月老店前时候 一个喝醉了的老头子 将你点发成名 他还给你取了一个太监的名字 小翔子 从此之后 你便住进了月老店里 成了月老的灵童 每天看守着乱七八糟的红线 日复一日 百无聊赖地坐在月老店前 使着朵朵白云悠悠地度过 不知不觉 我都听见老头子 打了数百年的功了 难道 我的神生 要一直这样度过吗 虽然 你觉得那样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但是 为了不浪费各位玩家的时间 你不服众望的 波兰了 波动了 波动了 从这一天起 你噩噩梦般的生活 拉开了序幕 你像往常一样 打着瞌睡 突然 一个噩梦般的男人 不知从头顶 几十几冲天摔了下来 一半梦半醒的 扫了他简 一个模样还不错的少年 吵吵吵 你在旁边看着 也不知道来帮小爷爷吧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两个选项 我们是选择 让帮忙还这么凶 还是选择 你自己不会爬起来吗 选择选项一的请扣一 我发现我长了一个磅磅堂 感谢小伙伴们送的磅磅堂 我都选二 好 你自己不会爬下来吗 你继续闭目养神 懒得离他 他横横地逗了你一眼 拍着身上的滑服站了起来 他一看你就是 穷身月老府上的侍女 没眼神 好 我们又要选上了 这个时候我们是 范春香鸡 还是不跟他一般见识呢 一还是二 感谢魔狼的宝宝堂 二比较多嘛 不跟他一般见识 你被他骂得精神的心血 睁他眼睛认真地盯了他一会儿 这家伙虽然很讨厌 但估摸着是哪个尬腊儿的大神 大神都是这副怎样 你也见怪不怪了 你这个不穷酸的大神 不也像穷酸的狗一样掉下来了 臭丫头放肆 一言不合 那少年挥手便化气为行 一道长鞭狠狠地甩了过来 接下 你平日虽懒 不喜欢做其他事 但好歹也混了几百年 仙法算是略有小成 这少年 这几鞭子来得虽然又狠又快 我也还是 看看接了下来 只是他出手突然 也没有防备 用来抵挡的团扇 就搬扇子 搅了个粉碎 你上时梦了 这娃娃吐血了 看我们蹊跷流血 我的天 这 这可是猫猫 辛辛苦苦 攒了十几年的钱 求了支女姐姐 不知道多少片才换来的 你这混蛋 情感 给我 搅 碎了 你分不清心中 这澎湃的情绪 到底是悲 还是怒 还是痛 来我们选 老娘今天叫巴拉尼的底裤 还是选择 赔钱 赔钱是吗 好 赔钱 像我平日 也是个与人为善的手心 这家伙实在太混账 神可忍 殊不可忍 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你拖了袖子 将百年懒得一扎的头发 盘到了头顶上 听过来 两个选择 一 赔钱 二 肉肠 少年手里拿着鞭子 一脸不屑地看着你 唇边还带着 带着欠收拾的笑 哈 你算了什么东西 我是让海岸上从此变黑暗的乌云 颤抖吧 少年 千 小侍女区区几百年 小伟 竟敢和爷叫晚 胆子不 她花音未落 你小诗法术 将她脚下的祥云地毯 变得 泥爪满的粘稠 让她双脚伸陷其中 趁她还没有反应过来 你亮出了白白的牙齿 然后扑向她的怀抱 你这要干啥呀 少年很是惊骇 奈何脚背束缚 动弹不得 肉很香嘛 你盼住她的肩笑了笑 然后毫不犹豫地一口咬了下去 啊 反正这帮大仙肯定都是打不过的 左右 他不能弄死我 老娘先让你放放雪 有机紧锁 你又加了把劲 少年大叫一声之后 惊呼连连 一时也没想用上法术 拽着你的头发就往后扯 将你之前拍好的头发也抓乱了 你紧紧抱住她的腰死也不松 你是狗腰吗 不对 你是王八吗 你个小王八 小王八蛋 松口 赔钱 赔钱 不然 肉死下来 这里的口水 不受控制地往外流 没过一会儿 就或者少女的血记上了他肩头的衣裳 来 一 这有些不灵了吧 咬不死你要恶心死你 我们选哪一个 好 我们选择恶心死他 你想着 就算咬不死他 也要恶心死他 至少让他坏了一身衣服 于是你咬得更欢 上年气不打一出来 他将长边 折了几颗 变成了短边 随后啪的一声 一顿时臀部一阵麻木 然后刺痛感慢慢渗进肉里 你嗷的一声松开了他 你毁了我的东西 不赔钱 居然还出我屁股 你咬我 居然还横尾竖眼地跟我说话 我冲你应该 不臭你悲哀 他毫不犹豫地 又臭了你几鞭子 那只觉屁股上火辣辣的疼痛 烧上了脑门 变成了一股股 按压不住的血火 几乎要烧破天灵盖 没人臭过我屁股 你们两个一边滚一边打 从店外打到店内 扯头发插鼻孔掐耳朵 半分法术没用上 仿似陷入了用拳头解决问题的直面 那打得叫一个血肉模糊 不知纠缠了多久 不知撞翻了多少数案 终是惊动了 醉在月老店后的月老 我的嫦娥姐姐呀 红线 红线全乱了 思绪又回到了年宵店 小翔子 你既是月老下属 此七世情缘 便不宜由月老过手 拖塔天王何在 五大三错的汉子手中拖着金塔 三步踏上点前 一抱手 声色魂厚道 末将在 嗯 这事便由你来办吧 末将领命 他精神抖擦地回答了 回答让人心跳失律的狂跳 你深呼吸 仰侯望向李天王 让一个糙汉子写音缘谱 也是罪了 我的人生一片灰暗 你们选择哪一个 选一吗 你只有一个早伴 扣了一 三个早伴四个 好那么一 有一个操汉子写音缘谱 也是罪了 你手捧住心脏 我深深呼吸 向来健康的你 此时此刻 觉得自己快要死掉了 嗯 如此小翔子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月地老二 你也太损了 我可以骂街吗 但我们选择哪个 选一的比较多 比例是月老店里的红线 左右也是月老那头 喝醉之后能乱的 打乱的张 他自己再牵一通好了 但不想用这么很多的 找出来找我吧 我回头看向 灵霄店 右侧大城里 垂头站站的月老 他也正可怜巴巴的望着你 一副求你不要揭穿他的模样 哎 算了 活该自己倒霉了 玉地又满意地点头 眼神一转 落在你身边的 少年身上 出空 你可有话说 出空 原来这个少年 就是某日星君扶上的那 十二人当中的老大 哥哥大 现在才知道 都和我一起 力气日清远的人的身份 不知 啊 这不就跟准备结婚当天 才知道新男怪 新婿名声一样吗 你仰头 逛灵霄店上 浮华的天花 这是个多么 玛丽隔壁的世界啊 少年在你身边沉默了许久 直到你 多好奇地将目光落在他脸上 他惨白着脸 看来也是相当害怕 你顿时觉得 童闭江脸 幸灾乐祸 我们选什么呢 我们都这样了 我们还幸灾乐祸得起来吗 好吧 活该 一点都不值得捅强 谁让你回了我的扇子 谁让你抽我屁股来着 你这么想着 突然听到他说 陛下 这一次打乱月老阵的红线 实在是我二人的过程 不过 我可以对某日心中发誓 这个女人 打乱红线一定打乱得比我多 所以我愿意受罚 但是 我要每一事 让这女人更惨一点 你这个 你再次高气 却又被李天王按了下去 我自会光平地横梁 个人过错和惩罚轻重 李天王身材虽然走行了 但是刚正不阿的脾气 还是没有变的 你心酸而感激地点了点头 果然 天界自由 真情在 事情判完了 众神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出了灵修店大门 我想叫李天王为什么没有脸呢 李天王你一直都这样的吗 隔了老远都能听见李天王浑厚的大笑 我最爱看小媳妇苦追相公的戏码了 你在天界速速的风声中 慢慢僵持成一个寂寞的背影 岳老远都要走 岳老刺你到地骨后 拍着你的肩狠狠地叹气了一会儿 岳老啊 小小 你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岳老似曾相识地将后面那个滋滋吞进肚子 他又叹了叹气声道 你这一去 月老天又得许久 没人守了 老头我该如何是好 一 少喝点酒保重身体 你就再多喝点给自己送钟吧 我们选哪一个 有一 有二 还有吗 二 二 好 都是你把我害成这样的 月老寂寞的捏着胡子 你心中有些不忍 这老头凭着理税抠门了些 迷糊了些 不靠谱了些 但总的对你来说还是不错的 没有像别的仙君那边 那 般 对仙童严厉打骂 你又心软的安慰道 天上一天 人间一年 骑士情缘最多耽误不了 一年多的时间 我很快就回来了 月老摇头叹息 拖着背 萧瘦的回去了 看着他的背影完全消失在 这 哇 这背景音 一幅阴森的飞汗中 你才转过头 打量高高树立着的 由头 马 为 像 一 感觉有些是人 二 没什么好怕的 这样看来好像确实没什么好怕的 没什么好怕的 哼 有什么好怕的 就能出来见见试面吧 鬼的数量一日比一日多了 奈何敲签 规规矩矩地排了六只队伍 六个小鬼分别给排着的鬼魂们 分发汤水 胜去巨大的孟婆 坐在一边闲闲地打着瞌睡 不愧是地府啊 连画风都跟我们不一样 你随意选择一支队伍 龟龟俊俊地排了进去 一路慢慢挪 等孟婆汤花到你手里的时候 你也没见到初空的鬼小子 他不会已经去投胎了吧 咦 这时忽然有点金光 在阴暗的地府中一闪 耀眼地让众鬼炫目 你往后一打亮 那一身骚包的样子 可不就是那小子吗 此时身边还站着一个粉衣少女 初空一改与你打架时凶悍模样 眸光柔柔地落在粉衣少女身上 死寂的冥府中 除了望穿河水 流过的声响便再也没有什么响到 他的声音 清清楚楚地传到美之鬼的耳朵里 英诗不用担心 我很快就回来 同是男儿 李天王断不会让我吃了亏去 话是如此 但初空哥哥 你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听说月老天那个小翔子脾气很是古怪 你和他在一起 要小心第一宝些 我给你什么仇什么月老 二自古多情空雨寸 你们选什么 我没做什么古怪的事情吗 这朵小白花这样形容我 小鬼你的画风也太崩了吧 好 我决定我们 我们这一期先录到这里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